不过是群土鸡娃狗罢了 那再加上我们呢 接着又是一群人赶到 为首的是九位老者 正是肖破天等九位人间守护者 在他们身后 还站着暴山河 暴山河身后 则是背着一个熟睡的小女孩 正是暴鸟鸟 看着他那睡得香甜的样子 跟现场紧张的气氛 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 他们带着地府空间中 剩余的所有灵体 赶到了这里 经过再先进一段时间的修炼 这些灵体也都来到了先人境之上 又是一道道身影掠了过来 来到了众人面前 共计一百零八道身影 还有我们 这一百零八道身影 居然是消失已久的山河团 少团长 团长 这一次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袁天刚看着暴鱼和暴山河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他们死后 就来到了地府 而后便被暴山河 和九位人间守护者秘密安排 进入了仙界 轮回仙尊曾在仙界留下一座轮回阵法 作为后手 这件事他只告诉了肖破天九人 此阵包含了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下 共计一百零八个阵位 阵中的轮回之力 可容纳一百零八人 快速在其中修炼到先帝境界 见状 暴鱼直接呆滞当场 他没想到 九位师父 爷爷居然都来到了这里 更让他震惊的是 山河团居然也来了 而且每个人身上 居然都弥漫着先帝的气息 这时暴战开口了 五大先帝 你们看现在 我们的实力如何 能否赢下你们 我们先人两界交战 最重要的气势 并不是实力 而是韧性 是意志力 是一颗为人界而战 无惧挑战的心 从最开始 我们连触及到 你们的资格都没有 可我们有韧性 我们不断成长 到现在 你们不也被我们 逼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吗 我们人界的意志力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我们众志成成 可搬山 倒海 降妖 震魔 赤神 摘心 断江 崔城 开天 暴战的一番话 让人界势力士气大增 众人皆是神区一阵 脸上露出坚定之色 见此一幕 五大先帝皆是面露震撼之色 任性 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的确 人界以前在他们眼中 就是随手可灭的存在 可谁能想到 就是这群蝼蚁 现在居然把他们 逼到了如此地步 暴战 你少在这里唬人了 还什么任性 简直可笑 我承认 我没想到 你们人界居然发展到 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 即便你们又来了不少帮兽 但是有一位顶尖先帝吗 要知道 顶尖先帝 可不是数量上能弥补的 可以说 你们又来这么多帮兽 其实连一尊顶尖先帝 也当不着 所以 你们最终还是只会输 如此 那便战吧 双方立刻站坐一团 暴战和项羽的战役 都比之前高涨了很多 战力也是比之前高了一些 鱼两大先帝战的是平分秋色 山河团108人 在空中瞬间组成了轮回大阵 使得周围弥漫着浓郁的轮回之力 接着 他们从天而降 直接将太阴先帝笼罩在内 居然是轮回之力 你们跟师尊是什么关系 轮回大阵 生生不息 虽然他们无法战胜太阴先帝 但太阴先帝也杀不了他们 这样也算是 成功拖住了一位顶尖先帝 鲍羽浑身爆发出一阵恐怖的战役 竟独自朝着苍蓝先帝冲了上去 这一幕 惊呆了无数人 就凭你这个垃圾 也敢挑战我 苍蓝先帝出手的瞬间 漫天都是蓝色的劲气 一声巨响 鲍羽只感觉一股 难以想象的力量传来 在这股力量面前 它就是无边海洋中的一夜天招 能被瞬间碾碎 它根本无法抗衡 神区直接被打爆了 见此一幕 在场不少人皆是有些愣神 他们本以为 鲍羽虽然只是先帝进后期 但既然这么自信 想必是有点手段的 或许能给他们一个惊喜 但却没想到 只是一个照面 鲍羽便被红杀了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了 然而 就在众人以为鲍羽已经彻底死了的时候 一道身影在半空中缓缓凝聚击 赫然是鲍羽 见到 在场不少人惊地说不出话来 它 没死 居然死而复生了 这怎么可能 原来是你 你修炼了无敌之道 无敌意志不灭 你便永生不死是吧 耳当中人听见无敌之道这个词汇的时候 皆是已经 无敌之道 这难道就是鲍羽没有死的原因 小子 尽管你能死而复生又如何 我只需磨灭你的无敌之道 自然就能彻底斩杀你 苍蓝之道 下一刻 它的身后忽然涌动一片蓝色海洋 瞬间来到了鲍羽面前 将其包裹住 这片蓝色海洋 就是苍蓝之道具现化出来的产物 只是几席时间 鲍羽就正开了蓝色海洋的束缚 见此一幕 苍蓝先帝神色大变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目前 鲍羽虽然只是先帝后期 但也算是暂时拖住了苍蓝先帝 太阳先帝 百兽先帝 太阴先帝 苍蓝先帝都被拖住了 现在只剩下一尊横宇先帝 诸位 将你们的力量借给我们 随我们为人界而战吧 小破天九人战役高涨 瞬间结成了一道阵法 散发出一股犀利 这是轮回先尊传给他们阵法 看似是借助别人的武力 其实借助的是别人希望人界能胜利的愿力 愿力越强 他们提升的实力就会越多 小破天九人身上的气息 瞬间暴涨 先帝初期 先帝中期 先帝后期 先帝巅峰 接着 九人边朝着横宇先帝冲了上去 与之交战在了一起 一时间 这九人被阵法加持后 联合起来也能与一位顶级先帝难分胜负 终于 鲍鱼借助苍蓝先帝所给的压力 迈入了先帝巅峰一品 苍蓝先帝一惊 这小子居然还突破了境界 这还怎么打